大家好 我是Mr.Razi 然後我的第一個專案是Coldfax 真的假的 就是我在做這份投影片的時候 我收到了一則LINE的訊息長這樣子 上面寫說前總統要放棄總統領域 那Google一下其實就可以發現 根本就沒有這回事情 這個是去年的謠言 到現在卻依然還在轉傳 轉傳這種訊息的人 大多是不熟悉網路的人 他們會覺得Google很難 但卻非常擅長轉傳 所以我就做一個LINEBOT 當使用者想要查一篇訊息的時候 你就可以轉傳給他 然後這個BOT就會告訴你結果 那大家可以加這個BOT的好友 然後ID是那個 小老鼠Coldfax 小老鼠要在前面 那這個ChatBOT背後呢 有一個資料庫 是由在LINE上面流傳的訊息 以及編輯的回應所組成的 如果使用者進來的訊息 資料庫裡面沒有的話 他也可以選擇 將文章送到資料庫裡面 那這個訊息就會被送到網站 來給我們的編輯看到 那編輯在網站上面 所寫的東西 未來就會變成LINEBOT的回應 所以Coldfax做到怎樣呢 我們現在的BOT BOT裡面有2萬個好友 然後資料庫裡面有超過9千篇文章 而且每週會增加150篇文章 那大家又可以怎麼幫忙呢 就是一起來當編輯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當編輯 而且呢20秒就可以上手 真的假的編輯 現在就來教你做 準備才要有這些 首先打開瀏覽器 點進cofax.gillinv.tw 選擇你要查證的文章 上網找找看有沒有人查證 或者是辟謠過 找到之後呢 選擇含有正確訊息 或者是含有不實訊息 簡短詐約一下附上連結 送出回應 你就成為編輯啦 剛好20秒 那舉個例子 就是說像我之前在PL的時候 在網站上看到這一篇 關於刑納淬禮之後 被路人痛扁的訊息 那點連結進去之後 可以看到新聞 然後裡面的關鍵字拿去google 你就可以找到外電的報導佐證 然後呢你就可以拿去送去 把它標成含有正確訊息 對於不知道什麼下手的文章呢 我們也有Facebook的group 開設這個所謂的編輯求助區 然後歡迎來討論 要怎麼回覆 那對於辟謠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來找我們